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覺得世界第二強 不知道是怎麼算出來 因為俄羅斯打不贏我啊 俄羅斯第二啊 他打不贏我 那我應該是第二啊 俄羅斯如果打不贏他 那為什麼現在是 他打到你家裡 不是你打到他的家 我猜 請問 如果有機會跟哲倫斯基這個 視訊我也想問問他 我覺得 在你在 滿世界到處哭窮 到處要人要錢要 要資源的時候 你說你自己是世界第二強 那你幹嘛還需要人家資源 真的 現在應該是換普丁在全世界各地到處演講 拜託叫烏克蘭不要打我 對 不是應該是這樣 應該倒過來 蠻諷刺的 蠻諷刺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知道他講的目的 他的外長講的目的 是要激勵自己的軍心士氣 可是這種講法不是太過頭了一點 就跟我們常講說 我們一發 紅准可以轟掉共軍一台坦克是一樣的 那是因為人家8000塊就可以租到房子 對 還含睡 含早餐 所以人家有這種特殊能力 我們就沒辦法 我們沒有 那我覺得這就跟台灣人沒事就在那邊喊 台灣世界第一 我們防疫世界第一 什麼都世界第一一樣 不是就同樣的意思嗎 這個講起來自己聽得很爽 可是不是很認同的意見 聽了覺得很丟臉 真的有時候我聽得蠻gain小 我小的時候常對八哥 八哥已經過世了 但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他當年主持過一個節目 叫江山萬里行 中國人真行 我好像聽過 是嗎 應該是我很小的時候 他跟另外一位好像是崔立新 對 他們主持這個節目 哎呦 小麥你這麼老 我小時候看過 好像我有印象江山萬里行 中國人真行 我聽過這個台詞 你知道我每次聽到他講這個口號 當時我還很小 我那尷尬也就發作了 中國人有這麼行嗎 現在蠻行的 老實講 就算現在 中國人跟我們自己的祖先比還是很不行 我講實在話 我們祖先確實厲害了 是啊 所以 我們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真的不覺得 那更不要說烏克蘭你現在 你自己的人民流離思索 整個國家被打得支離破碎 逃難的逃難 死亡的死亡 那你還說你是世界第二強 這到底要講這個幹什麼 到底是民國幾年的強 所以我真的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還沒有辦法 你現在還沒有回覆到 你祖先科薩克祭兵 那時候的時代那麼強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種話講起來 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烏克蘭信頭聽的大概 很多人信頭聽的也不是滋味 世界第二強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我最近看到一些影片 很多流離思索逃到波蘭 逃到其他地方的烏克蘭人 其實跟我們現在西方媒體 或是台灣的這些媒體 希望你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他們是在罵整人世界 是在罵烏克蘭政府 真的啊 對啊 很多人是這樣子 他說 台灣真的沒有新聞耶 你們講得很好聽啊 那現在我的小孩死了 我的女兒死了 我的家人死了 那誰陪我這些東西 政府沒有好好保護他們 你們講的都跟真的一樣 那誰來保護我們 根本沒有人保護啊 那當然 我覺得這個正反面都有 一定也有人很支持 整人司機這個 都有 可是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西方世界跟台灣 絕大多數的媒體 只願意看到 那些支持烏克蘭政府人 不願意讓你看到那些 咒罵烏克蘭政府人 這是怎麼回事 再來講 這一場戰爭跟台灣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應該是兩邊的報桃 都要看到 才對 那為什麼只看到一面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我覺得 大家應該要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台灣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然後再來呢 講到普丁 普丁 我說真的 這場戰爭演變到現在這個狀況 對他來講 他有絕對不能輸的壓力 其實他跟澤倫斯基 正在火車對撞 澤倫斯基也有絕對不能輸的壓力 對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一個 高高在上的英雄 他如果和談了 或是這個戰爭沒有打出一個結果出來 或是他割地了 對 賠款了 那老實講 澤倫斯基馬上從英雄變狗熊 那普丁也是一樣 普丁過去這20年 一直是俄羅斯創造出來的神話英雄 那這場戰爭 現在打得這麼不好看 老實說 接下來如果他沒有辦法想辦法取得一個 對他來講 至少可以交代了過去的光榮勝利 他自己會非常危險 是 所以 他才會 開始把整個戰略全部改變 然後把這個所謂的敘利亞屠夫 這位叫做德沃爾尼科夫 他們的名字都很難唸 德沃爾尼科夫將軍早來了 那 期望的就是 在整個戰略重新調整之後 至少能夠在 馬利波還有其他這些地方拿下大勝 烏冬可能真是一場惡戰 各位這個馬上要發生了 真的 這個 其實馬利波 現在雙方的講法不一 俄羅斯是宣稱他們已經拿下來了 那烏克蘭說 鬼扯我們還在抵抗 對 昨天我看到一個外電的消息 但是台灣沒有報導 是說在那邊有法國的一些傭兵 不是外籍兵團 法國傭兵 在馬利波被殲滅 法國傭兵啊 對 但是 可能是少數的一些人 OK 在那邊被殲滅掉 那 昨天不是還有一個很轟動的新聞 就是他們在那邊 烏克蘭自己本身的特戰 兩棲特戰旅的 那個 好像是36旅還是35旅 36 決別書 對決別書 那決別書到底是真的假的 沒人知道 但是也發出這樣的警訊 顯然馬利波是已經在最後關頭 對 不管 是不是已經被俄羅斯全面佔領 但是烏克蘭情況顯然不妙 那接下來 他佔領了馬利波之後 一定會採取更大型的攻勢 那 這個攻勢就決定了誰 決定了 普丁跟折倫斯基這兩個人未來的命運 我覺得這是非常明確 烏東決戰 各位 就是說接下來說 這會是21世紀最慘烈的戰爭 所以接下來可能是最危險的四周 大概是一個 四周你算一下是什麼時候 剛好是5月9號 剛好是到5月9號勝利日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會有非常殘酷的狀況出現 那 我真的不希望發生這樣的狀況 可是看起來是免不了 這個火車對撞是必然會發生 所以既然必然會發生的話 我們只希望 能夠盡量烏克蘭的民眾 能夠離開那邊就離開那地方 真的就是 戰爭應該是軍人的事情 就讓軍人去決定吧 那其他的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 有的時候並不是你想走就能走 你想逃就能逃 有些人根本逃不出去 更不要講 其實很多消息指稱 烏克蘭不是指控俄軍 不讓民眾逃出去嗎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 就是西方媒體 不願意讓你看到的報導是 烏克蘭軍不讓民眾逃出去 其實這個很早之前就有 就是說你要留下來 生死與共啦 或者是保護軍人 我昨天就看到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烏克蘭民眾在罵 他說這些烏克蘭軍人 就直接衝到他家去 拿他家當掩體 然後直接在他家那邊到處布防 那請問一下他怎麼辦 敵人往這邊攻擊的時候 他怎麼辦 那戰爭就是這麼殘酷 也不能說誰對誰錯 但是我希望這樣的傷害 減到最低 現在各方的估計 在馬力波可能至少死好幾萬人 應該 我覺得至少啦 對 所以接下來是怎麼樣 我想這是 不管怎麼樣都是一個悲劇 真的希望傷害能夠減到最輕 那可是呢 這一場傷害是誰造成的 其實我老實講 就是你們今天牆上列的這三個人造成 是當然 這三個人共同造成 當然 一個巴掌拍不響 大家都有責任 我們沒有往普丁開多 大家都有責任 那這三個人造成這樣悲劇 那問題是 造成這樣悲劇的這兩個人至少 現在正面臨自己個人的 不管是政治生涯也好 或者是個人生命也好的生死分亡 那拜登呢 拜登沒有那麼慘烈 但是拜登的政治生涯 面臨絕對的考驗 因為他的其中選舉也要 是喔 其中選舉掛的話 他2024大概也不好弄喔 那美國現在的情況 其實非常糟糕 其實照理來說 過去美國在歷史上 美國是一個很團結的名 就是 他雖然是各種不同的人種組成的一個國家 可是美國在歷史上是相當團結的 也就是美國一旦 就是在遭遇戰爭的狀態的時候 美國人那種鄉民魂會突然起來 然後大家都很支持領袖 然後就大家一路往前衝 小布希打完戰爭 民調96%耶 所以通常是 是多少人耶 處在國際戰爭時候的美國領袖 不管他最後會不會連任 但至少那段時間 他的民調是非常非常高的 96%什麼概念 全世界都金正恩跟他一樣 但結果拜登現在是史上新低 對 他越打越低啊 因為第一個很簡單 這場戰爭不是他的 你根本沒有參戰嘛 對你沒有參戰 然後呢 你在那邊講個半天 很少有 國際上發生這麼重大的戰爭的時候 結果美國總統只是個配角 對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很多軍事衝突 我們算過 八成都跟美國有關 結果這一場跟美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這樣還是有關 他沒有真的投入兵力 他沒有真的投入兵力 但是物資的運送啊 金錢啊 國際制裁啊 都跟美國有關 可是美國 從頭到尾就是 這兩個人在打架 他在旁邊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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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他就是沒有參戰 所以他的聲望很難起來 那再加上美國現在 通膨的狀況日益嚴重 即使美國不斷的升息 很慘 還是通膨不斷的標高 連白宮都提出警告了各位 這個是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美國現在已經認為 失業問題沒有通膨問題來嚴重 失業照來講已經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 失業問題為什麼沒有通膨問題來嚴重 你要知道很多人 很多美國人過去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其實 基本上是領國家補貼過日子 那通膨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代表國家給你的補貼越來越少 對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那國家給他的補貼越來越少 他又沒有工作 那請問一下他怎麼可能活得下去 給你的錢一樣多 可是 這個 能買的東西越來越少 是啊 就是這樣 錢就是變少的意思各位 所以這個就 對美國人民來講 恐怕就越來越難忍受 而且 這場戰爭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美國 今天的這場戰爭 理論上來講 他是北約盟主 他呼籲這些國家 國際展開抵制的時候 美國整體的聲望應該要提升 結果沒有 沒有 反而是在很多地方 讓人家覺得說 美國這個世界霸主 好像不像以前那麼有力 而且反而現在好像 越支持美國這一個 政策或是態度的 歐洲領袖越慘 反而變成這個樣子 一個一個都面臨 你看 而且 哲倫斯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跟拜登演雙簧 但這個雙簧演得不太好 因為 哲倫斯基有點演過頭 原演太high演過頭 你看他把蕭茲罵成什麼樣 馬克宏罵成什麼樣 最近尤其是炮火針對馬克宏 馬克宏人家 好不容易在第一階段勝出耶 第二階段馬上要投票 你現在拼命不斷罵他 其實罵他 沒有馬克宏 是 是怎樣 你是希望馬克宏不要當選嗎 不要勾馬克宏 好不好 難道Le Bon上去會對你比較好嗎 我覺得 哲倫斯基到底在想什麼 馬克宏留著對你比較好 你Le Bon上來的話 對你恐怕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人家競選文宣上面 本來還有跟普丁的合照耶 是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哲倫斯基到底在想什麼 那你歐盟的這些國家 看起來各自為了自己的利益 已經開始出現裂解的狀態 然後甚至一些小國 現在都不太聽美國的話 這次國際自然 連越南都沒有參加 是 所以這到底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美國的威望 很顯然的受到了打擊 東南亞國家只有新加坡啊 對啊 從阿富汗以來 只有新加坡 明顯沒有恢復過來 而且我跟你講更好笑的就是 這個李顯龍跑去 唯一一個衝到美國去 第一句話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因為烏克蘭戰爭去 去對 去中國加太多壓力 對付中國大陸 不要啦 不要對付習近平 結果搞了半天他去幫習近平做說客 那不更好笑 揪東協領就來 結果就李顯龍一個去 所以拜登的處境是非常尷尬 所以我可以理解 他會想要趕快去用其他的方式 去 挽留美國年輕人的心 你有沒有懷疑他是應該跟 我們蔡總統通過電話 蔡總統這要怎麼辦 我教你 找網紅洗腦人民 自己也當網紅 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很難 蔡英文總統 我跟你講他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他在台灣的聲望能夠衝到這麼高 能夠無往而不利 最重要的就是他不出面 對 拜登弟弟說話 然後一直講錯話 一直失言 你看蔡英文常常臉書留言 還是被鄉民罵了半死 可是他都不理 但他都不吭聲 蔡英文最厲害的一點就是 任何重大的事情出現的時候 他都不出現 這叫做沉得住氣 對 拍康的事情永遠輪不到他 都有別人去頂罪 那拜登可以這樣做嗎 我看拜登恐怕很難 拜登什麼都要自己講 是啊 所以這個拜登要趕快 提出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戴罪羔羊 可是美國沒有這個機制 我們有一個行政院長 可以衝在前面 他沒有 叫布林肯去扛啊 不然怎麼辦 國務卿的分量跟行政院長差很遠 我說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布林肯是一個協助的角色 而不是真的一個角色 因為美國是一個大總統制 所以他的本身權力夠大 所以也沒有人能夠取代他發言 沒有人能夠幫他當擋箭牌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以拜登這樣一個老人家 他年紀很大 你想要利用TikTok 來不然回你的身世 我先不要講啦 你們過去這一年都不是都在打TikTok嗎 對啊 怎麼可能是萬惡的冤首欸 是啊 那你之前把他講成一副 老共就會借這個來洗腦美國年輕人的 這叫絕對禁絕的東西 結果你不禁絕他也就算 你現在還要藉由在這個平台 來宣揚你的理念 你是不是搞錯什麼 我真的覺得你是不是搞錯什麼 而且TikTok為什麼會紅你知道 是上面一大堆這種無厘頭的影片啊 這些東西 那你拜登打算拍這個嗎 拜登可能會跳個舞啊 或者是變裝啊 我覺得不要吧 這個形象太跳痛 我真的覺得你要好好 拜登你都可以跟莫迪視訊連線了 你是不是要去跟蔡英文 跟哲倫斯基好好研究一下 網路怎麼樣做 不是你這樣做的 哲倫斯基跟蔡英文都比你懂 如果蔡英文不懂的話 還有他旁邊那些丁允宮啊這些人啊 真的 對啊他們絕對都很懂 想盡辦法跟他們連線一下吧 這樣也許可以挽救你的未來 真的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